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黄金的诱惑令人无法抵挡 金店里面最终发生了什么 一次看似平常的交易危机四伏 警方为何如临大敌 金店最后的生意 天网暗幕即将播出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阿荣奇纳吉镇的繁华度段 它处于中央大街和振兴路的交汇处 虽然监控的画面并不清晰 但是街面上一高一矮两名男子却十分野人注意 他们心色匆匆急速地穿过了阵区 阿荣奇警方正焦急地追踪他们的去向 因为他们刚刚离开一家血染金店 2013年11月8号下午十六时序 这家金店准备打烊 老板顾荣决定提前回家 与家人过客团圆的周末 就在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高一矮两位顾客突然闯了进来 起初顾荣并没有在意这笔生意 准备闭店送客 可是矮个子男子却说出了一个 令顾荣不好推却的理由 原来今天是矮个男子媳妇的生日 他想给媳妇卖个戒指作为生日礼物 想到自己的妻子过容无法拒绝这个理由 打算帮他俩挑选戒指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笔看似寻常的生意 竟然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喂 你好 R7公安局报警指挥中心 他周琳的商铺都没有关门 正在营业 其中一个店主正好从外面回到自己店 经过金店 发现两个男子 正在将这个金店的卷帘门 从上面拉下来 当时他也挺惊讶 怎么不认识人关门 这位店主的商铺距离金店只有五十多米 他觉得事情有点奇怪 就走过去看看究竟 可是走到金店门口时 他才发现 拉下来的卷帘门并没有上锁 这更让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 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卷帘门 一股血的味道扑面而来 老板顾荣正倒在续破当中 奄奄一息 咱们八人人色非常慌张 脸色苍白 说话也语无论次 只是说 快点报警 这个金店被抢了 四点十五左右吧 我接到的一报案 第一派手所长给我打电话 他说大部长 这块金店被抢了 我说人怎么样 他说人不抢 此时生死未博的被害人顾荣 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光天化日之下 抢劫金店 是阿荣汽公安局成立以来 前所未有的大案 行政技术人员 小心翼翼地进入了中心现场 展开勘察 金店面积比较小 室内比较乱 地上存有大量的血迹 看得出应该是经过 非常激烈的死扯搏斗 这家金店的几个柜台 都被细节一空 保险柜的门也敞开着 然而经过初步的勘察 警方发现 这个抢劫现场 有些非同寻常 柜台上的玻璃和锁具 全部完好无损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情况 出现在保险柜里面 柜门已经被打开 但是里面竟然还有一万多元现金 没有被人拿走 很快警方又在柜台上 一个很明显的位置 找到了被害人的钱包 钱包很苦 里面明显装有大量的现金 无论是钱包里的现金 还是保险柜里的现金 都放在唾手可得的地方 但是两名嫌疑人 却只抢黄金 对两万多元现金视而不见 这样的抢劫现场 实在是有些令人费气 办案人员 亦是无法解释 这一反常的现象 实在说 这个现场 一开始给我们的这个 给我们这个现场看 确实 确实有点看不太多 职业的敏感 让办案人员产生了种种疑惑 为什么死者遇害时 只有他一个人在金店 为什么 劫匪能顺利打开所有的柜台 通过这个现场 第一眼看到之后 我们的第一印象词 或许是熟人转 再不就是知情人转 否则的话 这个保险柜和柜台 不至于完好无损 不被破坏 警方很快了解到 这家金店是三家合伙开起来的 遇害的老板顾荣 只是金店三家股东之一 并且他是这三个股东里 出自最少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 他平时一个人 负责金店的日常经营和打理 不过最终获得的利润 三家平分 这三家什么关系 有没有厉害冲突 包括在两口子之间 有哪些 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 通过更深入的了解 警方发现 老板顾荣原本经济条件 并不是很好 金店的另外两个股东 其实是顾荣的表兄弟 两兄弟出资 顾荣出利 三家在平均分配利润 这本身就含有 对顾荣进行资助的意味 表现的感性非常好 从小在一起长大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 那么 现场的反常如何解释 嫌疑人是如何得到 这些钥匙的呢 因为他是合伙 经营的这个金店 这个金店的钥匙 到底谁有 找到这个被害业主的妻子 进行了解 才知道这个钥匙 只有当业主夫妻俩有 案发时 顾荣的妻子 正在家里占卜晚饭 据了解 顾荣的妻子 并不经常到金店去帮忙 很多时候 这家金店 都是顾荣一个人在打理 我们的重点 对他妻子进行了排查 我们结婚17年了 我们感情 我们夫妻感情一直都特别的好 妻子也本本分分 没有他作案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排除了 他妻子作案的可能 这个普通的周末午后 金店血案是如何发生的 也许只有金店内部的监控录像 才能解释这一切 两名只想黄金 不拿钞票的劫匪 作案动机究竟为何 一家监控设备 存在问题的金店 又怎样成为了劫匪的目标 面对离奇的案情 警方又将作何决断 金店最后的生意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3年11月8日下午 内蒙古阿荣奇 纳吉镇闹市区 突发一起金店抢劫案 店主顾荣身中数刀 凶多吉少 搭到现场之后 被害人已经被家属送往医院 然后我赶到医院之后 被害人已经死了 噩耗传来 正在案发现场忙碌的 办案人员都明白 金店老板的死亡 意味着办案已经不单单 是一起金店抢劫案 命案必破这四个字 让每个人的心头 都好像压上了一块巨石 警方成立1108金店抢劫案 专案组 全力侦破此案 坦诚地讲 当时这个案件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这个案件重大 政法委书记亲自到现场 随着勘察的不断深入 警方把注意力 集中在金店内部的监控录像上 直到警方进入现场 这个监控探讨 一直处于运转状态 录像寄托着办案民警 寻找线索的极大希望 可是当他们在电脑中 调取资料的时候 却怎么也找不到监控 记录下的影像 案发师之前三天之内的监控 都没有存住 当时我们本来挺急切的心想 一下子感觉比较惊讶 惊诧 也比较怀疑 怎么今天的监控没有路呢 为什么这家金店的监控录像 没有储存资料 案发现场的种种反常迹象 让所有人都困惑不已 是电脑坏了 还是说人为的 把电脑当时案发这个 时间段的监控删掉了 摆在警方面前的是一个 纷繁复杂的案发现场 特别是监控系统中 无法找到存储的影像资料 这给案件的侦破工作 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因为我们想到 如果是犯罪嫌疑人 故意删除这个监控录像 通过咱们技术人员 有可能恢复数据 网监部门很快就寄到了指令 精通计算机技术的民警 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对这台电脑的数据进行恢复 所以当我们这个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后 对这个电脑进行仔细的观察 研究使用后 发现这个数据 原始数据根本就没有录 它是打开了 打开了就是看的是实时的 就是没有存储 这样的话应该说 他这个录像 这个咱们已经用不上了 案发时 现场只有老板顾容一个人 并且这家金电的监控设备 又存在问题 难道这是劫匪精心选择的 作案目标吗 是不是知情人 知道他家的一个监控 程序没有开启 录像程序没有开启 不能录像 而对这个金电 实施抢劲作案 在金电准备打烊之前 究竟是什么人进入了金电 什么人最后离开了金电 在外围的走访调查中 侦察员找到了唯一一名目击者 他的这个反应情况 极为珍贵 案发的时候 他正好路过金电的门口 那么他就发现 从金电门里头 快速地出来两个人 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旅行带 快步地往西侧方向挤走 这条线索对我们极为重要 最后离开金电的是 一高一矮两名男子 那个红色的旅行带在高个手中 得知这些特律后 侦察员立即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调取沿途一切可以调取的监控视频 在现场西侧50米左右的鞋垫中 警方找到了第一个可疑的影像 案发地点 它是商业区 人流量非常大 我们发现了两名男子 通过他行走的步速非常快 但是这两名男子看的不是很清楚 这是一高一矮两名男子 高个男子身上仿佛还有一个背包 但是颜色看不清楚 麻烦的是 沿着两个人逃跑的方向追踪 不远处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初步的查看后 侦察员发现 十字路口西侧的ATM提款机 似乎是唯一可以调取监控视频的地方 可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它ATM机室外的监控 只能录到比较近的距离 通过他这个ATM机监控卡 这闲人没有往西去 在这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 两名男子究竟逃往何方了呢 侦察员采用排除法 一点点分析他们的路线 这样是当时我们就是 在这个十字路口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眼看线索就要中断 一个隐蔽的探头被侦察员发现了 在ATM提款机的对面 是一个名为风圆肉帘的商铺 店内的角落有一个探头 它的视角可以覆盖这个20平米左右的空间 而向外的部分可以透过玻璃窗 拍到街面上的情况 他只录到这个人的身体的三分之一吧 也录不着头也录不着脚 只能录到人身体三分之一 而恰恰就是这三分之一 就录到这个两名男子 其中有一个人背着包从着过去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局部 但是根据两名男子的特征 侦察员确认 他们就是最后离开京店的那两名男子 具有极大嫌疑 在不屑的追踪下 在一个名为全顺富士店的商铺里 这两名男子最为清晰的影像出现了 他这个视频效果非常好 这个商店是新开的 然后他有一个室外的监控 录到案发之后 按照实践的排序 从这经过两名男子 这个探头的出现 不但有利于侦察员 进一步推断两人的逃跑路线 而且有助于侦察员 锁定这两名男子的特征 在仔细的查看后 警方发现 那名高个男子的走路姿势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金店劫匪作案后 亡命奔逃 我们先下去 路高速公路封 街头监控能否锁定行踪 在最短时间内 形成这个风控圈 警方发现一名遗犯 腿伤带伤 这条线索又会给破案带来什么帮助 金店最后的生意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侦察员根据监控 一路追踪两名男子的逃跑轨迹 在几处模糊的监控之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监控 画面中 那名高个男子的走路姿势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他走的时候 发现他的左腿 明显的一个不协调 就是有点一瘸一管 那种感觉 这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侦察员如何利用这个特征 找到他们呢 分析如果他这个个人身体有残疾的话 他不会做这种这个抢劫 这种案子 所以我们分析 有可能 在犯罪嫌疾抢劫的过程中 由于业主的反抗 造成他们也受伤 如果劫匪真的负了伤 而且伤在腿上的话 案发现场大量的血迹中 是否会留下他的血样 这一情况 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因为从一开始 现场的血迹 就是技术人员 寻求突破的重点 我说玉海啊 我这屋挺窄 我说闹不好 可能是有这个 嫌疾人可能有伤 我说你把血迹这块 好好弄呢 他说我看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柜台顶上 有两滴血 他说我看就挺像 江玉海 是阿荣汽公安局 刑事科学技术室主任 在现场大量的痕迹物证中 他发现了两滴 运动方向与别处 完全相反的血迹 这个血迹是向内 他会考虑 应该是嫌疑人 受伤了 警方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是因为走访中 侦察员了解到 在每天金店关门之前 老板顾荣 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 把里边的这个东西 一盘一盘全拿上来 就马齐了 放这块 划烂到那块去 把这个保险柜打开 打开来 他把这些这个 这个 撕裂盒 放在这个地方 这的时候 这个柜台的锁也打开着 保险柜门也是打开着 并且他这个 卷连门还不拉 这个 这个玻璃门还不锁 所以这个 为他抢劫提供了 很大便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 只要在最短时间内 致服老板 就可以顺利抢到黄金 这也是现场 所有的柜台和保险柜 都没有被破坏的原因 都关门了 要把这些 那个 手势啊 要往回 收到保险柜里去 人应该是在柜台里 今天老板 在很短时间内 就失去了行动能力 他的血迹 不可能出现在 从柜台外 向柜台内 运动的方向 只有两名劫匪 在负伤后 从柜台外侧 进入里面 抢劫财物 才会流下 这样的血迹 据此推断 这两滴血 极有可能是 嫌疑人流下的 侦察员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现场 提取的血迹 送到上级公安机关 进行检验 可是 天宫血不住吗 一天下去 路高速公路疯了 无论侦察员 怎样心机如焚 都只能等到血停 等到高速公路 开通以后 才能将这些 寒际物证的样板 送达试局 不占天使 不占地利 侦察员 只能争取人和 如果嫌疑人 行动不变的话 他们无法迅速 离开纳西镇 警方还有一丝机会 将这两个人 堵在城中 马上采取封控措施 对纳西镇的四个 出身口进行封控 在最短的时间内 形成这个封控圈 嫌疑人负伤 意味着太多的可能 这两个人 不可能徒步逃离 阿荣期纳西镇 要么两个人的藏身之处 就在当地 要么两人最终选择 搭乘机动车辆逃跑 在对监控录像 反复的分析和研判后 警方做出了一个 大胆的猜测 此时警方找到的 是一家火锅店门口的监控 两人从店门前的马路经过 然而两人逃跑的方向 是一片面积很大 却又没有什么 监控设施的广场 侦察员不敢确定 两名犯罪嫌疑人 在穿过这片广场之后 会逃向河坊 在洪府飞行中那块 看了这个录像 这两个人 已经是从我们的新兴家园 前面的不幸街 往西走 奔那个王家广场 到王家广场 西车那西北角 那块有个车署 到那块 到那块吧 咱们掉下去了 两名男子究竟逃往了哪里 在找到这段视频之后 监控的追踪很快进入了盲区 因为当时这个附近这块没有监控 不排除两名男子 在这个我说这个区域里边打车走 或者是乘车走 在反复的争论后 专案组认为 调区监控仍然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除了这两名男子以外 侦察员将可疑车辆 也纳入了排查的视线 侦察员再次以广场为中心 向外拓展 继续调去一切可以找到的监控录像 这无疑是一项大海捞针般的工作 哎呀 看录像我不知道 你看一小时行 看两小时也行 你操过三小时迷雾 恶心 本身录像就那么枯燥的东西 你要去找 就找那时间几点去 一点一点就找去 往下对 那很难呢 经过一夜的反战 警方在一个小区门口的监控画面当中 再次捕捉到了一高一矮 两名男子的行踪 这两个行业人 在小区横穿小区 到小区门口 小区的西设大门口 恰巧一辆出租车 两个人就遭受 把这个出租车拦住 然后上车 由小区向北行死了 然而这段监控视频的画质很差 侦察员无法看清 这辆出租车的车牌号码 不过这个小区比较偏僻 晚上很少会有出租车 而当嫌疑人出现在小区门口时 出租车也出现了 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两名劫匪从警方的指缝间逃走 至关重要的现场物证 却无法及时送出 警察与劫匪都在与时间赛逃 两者之间的较量 谁是最后的赢家 金电最后的深移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大伙大家的时间 播报一段寻人情事 在11月8日下午 5点钟左右 在纳吉站100附近 新兴金店 发生一起抢劫案件 两名罪犯乘坐我们的出租车 从丰泉小区西门口上车 乘坐伊兰特向北逃去 罪犯的身高 大概在1米8左右 年龄30岁左右 体态偏瘦 11月9号 案发后第二天 侦察员终于再次 在海量的视频资料中 找到了两名可疑男子 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 监控显示 两人搭乘出租车的时间 大概是傍晚17点15分左右 为了寻找这辆出租车 警方开始通过 出租车协会的电台 全力呼叫 遗憾的是 在反复一个多小时的呼叫后 警方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我问了一下子 那个出租车 那个协会工作人员 我说什么原因 他说吧 这个这个 走台有的不开 什么闹听 不开这个 自己反而是 公安走台中 下了一夜的雪 终于停了 侦察员 一边将现场提取到的血液样板 送到霍伦贝尔市公安局检验 一边继续查找那辆搭乘两名可疑男子的出租车 功夫 当这辆出租车开到公安局门前时 侦察员密切关注着出租车司机的一言一行 像很多出租车司机一样 这名司机对乘客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根本没有想到车上会有血迹 他只记得两名男子要去的目的地 是阿荣其北面的高速路口 他在这个车上吧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一直在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他说 大姐你到哪了 还有多长时间能到哪 我们马上就到了 当他们到达高速公路入口时 这两人电话中提到的大姐还没有赶到 这两个人说你得等一会儿 我们车马上到 这样这个他们在车里等了两三分钟之后 过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距离什么车车牌号 出租车机都没有记 只是记住是一个黑色轿车 根据出租车司机的回忆 这辆黑色轿车在进入收费战时 向他们晃了几下远光车灯 由于夜间视线不好 出租车司机并没有记住 那辆黑色轿车的车型 牌照 他只记得两人要去的地方是海拉尔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感觉 这个开黑色轿车的人 和这两人犯罪嫌疑人 能不能是同案 由这两人作案 他负责接送他两人 逃离这个作案现场 在调取了收费站的监控录像后 侦察员很快就锁定了这辆黑色轿车 你看他这车往右关 往右边走 大方调量他 通过车牌信息 侦察员确认 车主的确是一个女神 咱们就不敢定对女的时代 这个案件当中出于什么绝世 因为这台车的出现 咱们围绕这台车 坐了大量一会 就在侦察员全力调查这名女司机时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技术部门 传来消息 现场送检的痕迹物证 有了检验结果 柜台上的两件血迹属于一个名叫谢明华的人 通过我们情报研判 确认这个嫌疑人的身份后 阿荣西警方立即向周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机关发布协查通报 不到半天的时间 警方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与此同时 另外一组侦察员在海兰尔找到了那名打载嫌疑人的女司机 由于两名嫌疑人在落网时随身携带着大量的黄金手势 在铁证面前 他们对来到阿荣西抢劫金店 并杀害店主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只是他们选择作案目标的理由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当时看那个新店的时候 店里头就两个人 觉得那个店面小 完了人员少 觉得容易下手 当时就选择了那个新新新店 定下新新新店之后 一共才点五次 一共去了五次 我和李娇去了三次 我自己去了两次 阿荣起纳吉镇 是一个治安状况很好的小城 新新金店又位于繁华路段 老板顾荣在这里经营金店生意 也有好多个年头 他对于自己金店的安全 一向不怎么担心 他看了这家里一个人 这个没发现有监控 而且呢 这个往里搜摊的时候 那根本就不说 不光 他觉得那是 可以有机可上 只要进去 他说只要我们三分钟之内 能处理一下 据这两名犯罪前一人观察 镇上其他金店的业主 在每天打烊的时候 都会把金店外面的 卷连门拉上 店内至少有三四名店员在场 并且绝大多数时候 都会把金店的贵重物品 送往银行进行保管 可是这家新兴金店 却不这么做 他就是疏于防范 他根本就没想到 有人能对他产生这种 这个起头 不法亲爱的起头 2013年11月8日 下午4点多 金店老板顾荣 按照自己的习惯 打开保险柜门 把柜台里面的金银首饰 一样一样摆到上面 就在他打算把金器放入保险柜时 他迎来了人生中的最后一笔声音 我们阿荣齐治安一直都挺好的 所以说 据说我作为家属 我也没想过 我家能发生在我家这样的事 我也从来没想过 阿荣齐能发生这么大的案 因为这两个抓案的犯人 他也是外地来的 根本不是我们阿荣齐 我们阿荣齐不可能说出现这种人 太没有人 人道了 对于嫌疑人而言 他们预计的作案时间只有三分钟 然而 毕竟是在繁华的闹市作案 他们也十分紧张 也许是忙中出错 在与金店老板搏斗时 同伴手中的尖刀 不小心刺中了谢明华的大腿 这个意外情况 又让两人更加慌乱 以至于注意力 全都放在了黄金首饰上面 忽略了保险柜和雇容钱包里那两万多元现金 这一个也是 也是我们自己可能当时也是太疏忽太大意了 在经历了百转千折之后 阿荣齐警方仅用52个小时 就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并为受害者家属挽回了大部分损失 然而 失去的生命无法挽回 那些属于防范的遗憾 也成为所有人刻骨铭心的痛 匪备所思 建筑垃圾堆 经现诡异旅行箱 暗藏玄机 旅行箱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 抽丝剥茧 警方锁定侦查范围 让真凶无处问行 究竟是怎样的孽缘 让年轻时尚的女子 死于非命 旅行箱里的秘密 天文文幕近期播出